午餐半日前 今天看馬淵川來釣個魚 哈哈哈哈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我要工作耶 事情是這樣的 你看到沒有 因為呢 前幾天啊 下了這個大的狂風暴雨啊 所以造成馬淵川的整個河水暴漲 然後呢 你看 連大樹都衝過來了 那由於因為這河水啊 過於 過於湍急 所以呢 它的鮭魚要溺游上去的時候 它們不好用網撈 也沒有辦法用籠子去抓它 那怎麼辦呢 只好用這個釣竿來釣 那這個釣竿呢 它說這沒有放任何的耳料 你看那鉤子這麼大 有沒有 而且整排的鉤子 那待會呢 我就要試試看自己的手氣 能不能把這個利有而上的鮭魚 給它釣上來 好不好 走吧 湍急的水流 河面一片狼藉 光用看的就知道 今天沒有辦法用籠子捕抓回游的鮭魚 只怪呢 這個天空不作美 但是 沒關係 熱心的村民 為了讓我們可以拍攝整個富裕鮭魚的過程 所以特地派出兩位釣魚達人 和小馬五一起來倒閘缸 希望能不負眾望順利的釣到鮭魚 不然我問他說他今天有釣到嗎 為什麼 很難釣 很難釣 你知道嗎 現在對我們來講 是Fishing impossible 為什麼呢 河水往這上面 上游流下來 鮭魚是密游而上的 那我們的魚線呢 因為河水的關係衝往那邊 那 魚是往上面游 游過來之後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很精準地去捕捕到它 去釣到它 因為上面沒有額料 純粹是靠大海撈針 有沒有 這樣子拉拉拉 而且呢 現在看起來這河水啊 非常非常的端極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到 那個有鮭魚往上面游 還要準備要跳過那個 跳到上面去 所以我覺得鮭魚真的是全世界 很奇怪的生物喔 大家都知道鮭魚會回游 但連生物學家都不知道 牠們為什麼會回到自己家鄉來產卵 這在科學界來說 目前還是個謎 不過 讓大家覺得敬佩的是 鮭魚逆流而上的決心 無論返鄉的途中 水流是多麼的湍急 地形是多麼的險峻 要經過多少的難關 牠們都會努力的在死去之前 回到出生地繁殖孕育下一代 我覺得 感覺到很有拉力耶 但是已經奔不出來 到底是水流的力量 還是有鮭魚已經上溝了 我覺得還是再放一下 你看 多有拉力 你看 阿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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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啊 他丟下去沒三秒 阿伯喔 阿伯喔 都到的啊 很殘到的喔 沒有 覺得是衛作隊的關係 對啊 殘到的 阿伯喔 阿伯喔 地主隊現在有表現囉 現在地主隊的一位阿伯 身穿藍背心的阿伯 已經攻佔了一尾鮭魚 是向方我退訓了嗎 還是這些兄弟太厲害了 怎麼眼看著他們 把一條一條的鮭魚給釣上來 我的戰績卻一直保持零 要不要... 我可不能浪費了 丟咱們台灣人的臉 乾杯 說什麼都要釣一條才行 贏了... 日本代表隊再花一城 我還是殘念的是 各位觀眾 以下的畫面雖然很殘忍 但是大叔說 只要鮭魚釣上來之後 就一定要把牠打昏 因為回遊的鮭魚活動力特別的強 活蹦亂跳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讓牠溜走 反而會受更多的傷 所以這樣做 反而可以減輕牠們的痛苦 這個時候 可以先進去網道 到底小馬鮭魚有沒有釣到呢 嚇到了嗎 還是沒釣到 網告回來也沒有用 不要 不要 加油 我已經釣到了 我證明我可以的 唉唷 釣不到 釣不到 眼看太陽下散了 我還是釣不到啊 因為節目只有等著的七十五分鐘 好吧 我想在這個時候呢 個人的榮辱 還是暫且割在一旁 趕緊叫大叔們 先從籠子裡面抓些鮭魚 示範給我們看 富裕的過程比較重要 馬淵川 密友而上 大鮭魚 現身啦 太恨了 你看喔 這個鮭魚啊 已經有一點都 這裡有半紅的 那這個鮭魚算大的對不對 OK 大家這還算是中的喔 還算中的還有更大的 這公的母的 不是 公的 而且你看喔 這個鮭魚喔 因為它 它是溺油嘛 它的整個型都變了 有沒有 本來鮭魚的頭啊 不長這個樣子 在它開始要傳卵 回到河裡面的時候呢 它因為有 要往上游 有很多的石頭 所以呢 造成這個生物很特別 它連它的頭部的行動 都開始改變 變得很凶狠的樣子 有沒有 感覺很凶狠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白的 金子 那個啊 金子 它現在正在 這個是公的嘛 所以現在 裡面已經有卵 對不對 裡面有母的 母的 所以要趕快它們 受金 那個卵子 要趕快去受金 趕快不囉嗦 要不要等一下金子都噴完了 秋天 是鮭魚媽媽們 產卵的季節 他們的肚子裡 大概有四千多顆卵 數量多到簡直嚇死人 在運送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看到 灑滿地的鮭魚卵喔 現在呢 我們這大哥 要把那母的鮭魚 先把它把它的卵 給取出來 所以在畫面上面呢 可能有點血腥 就不好意思啊 各位觀眾 因為這是一個生態保育的工作 好 要把它肚子開始捧開來 把它卵子取出來 哇 你看 它們真的是在這個季節 要回遊上去產卵了 全部都是鮭魚卵 欸 我們一般吃壽司上面的鮭魚卵 就是這個鮭魚卵嘛 對不對 所以鮭魚卵呢 在日本當地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食材之一 欸 當初他們為什麼會想到 要做這個 一個孵化的工程呢 民治時代最愛 我們去的就是 原來它是幾樣的由來 和正式 欸 就是這是從 據說從明治時代 他們就開始在馬院 明治時代 那位秀 我解釋一下 可以台灣科技知道 明治時代大概是民國幾年 那是台灣的 百年以前前 對 一百年前啊 就跟九 一百多年前馬院 在這個地方就開始在做 鮭魚的 孵化的一個農程 哇 哇 他們怎麼知道要這樣子拿出來做鮭魚 好奇怪 連這個大叔他都不知道 所以代表說 他歷史非常的久遠 這一年啊 他們到這個季節的時候啊 公貓這樣的工作 大概的數量 在鮭魚啊 大概要補幾次起來 有貓 四萬 四萬 有貓 有貓 四萬條 五的對不對 那公的呢 五的跟公的加起來 五的跟公的加起來 要十萬條 那他們這樣成功培育出來之後呢 能夠產生了下一代的鮭魚 大概數量幾乎 每年 幾乎多少 幾乎多少 小魚 小魚 小魚啊 一千八百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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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魚 小魚啊 媽媽咪啊 一千八百萬條 鮭魚成功的鮭魚耶 這數字也太恐怖了吧 這些大叔果然是達人啊 連鮭魚都可以鮭魚了這麼多條 真的是太厲害了 牧村先生說 其實鮭魚這麼辛苦的游啊 游回故鄉產卵 但也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卵 能孵化成魚鳥 其中又有百分之七十五 能夠安全的游回大海繼續長大 所以呢 這裡才想到用人工的方式來複育 這樣才能夠讓馬淵川的鮭魚 生生不息 這是公的 公的 公的 好 這樣子拿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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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囉 它幫鮭魚的精子 這樣子 來把它擠到鮭魚卵上面 這樣就可以換一條了 完全用人工的方式 好像在擠牛奶一樣 那現在呢 像這樣子 精子跟卵子現在混在一起 然後之後要幹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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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開始混合 把它破一破 鮭魚受精的過程 這一點居然跟人類生小孩的方式很像 需要從鮭魚爸爸的身上取出精子 和鮭魚媽媽的卵子結合之後 才可以培育出鮭魚的小寶寶 這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啊 好強喔 它用手呢 把那個水這樣子稍微 遞一下 讓那個水 附著在整個 卵子跟精子的上面 然後再用手去把它破一破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它一定要把那個 有很多你的血塊那些洗掉 還要把一些髒物 都全部都要把它沖乾淨 那現在精子已經附著在卵子上 不會再洗掉嗎 這已經受精完成了 已經受精完成了 原來就已經這樣 就已經受精完成 其實跟人類也滿像的 媽媽不要講得太用力 好 然後我看到一些髒水 這個髒水呢 把它倒掉 從取卵 受精到攪拌 這段段的幾分鐘 一群小生命就已經誕生了 原來就這麼簡單 只是不知道我手中的鮭魚小baby 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應該很可愛吧 在我還在想像的時候 只聽到大叔一直叮嚀我 欸 攪拌的時候要小力點 不要太用力 只怕一個不小心 把魚卵給弄破了 那就糟了 現在可以看得到 這個卵子呢 剛才本來是非常非常的 等於是橘紅色的 現在呢 感覺上它外面包覆的一股白色的 有點變成霧狀了 因為它整個卵子的外面 已經受精了 精子已經包覆在卵子的外面 這樣的話呢 就已經算是受精成功 當然 中間有一些是要被淘汰的 因為可能沒有受精成功 它就死掉了 那怎麼去 怎麼來挑出來 他說受精成功的 就是原來的那個紅色的 對 那失敗的就是 或者已經死掉 就是那個白色的 啊 有欸 兩個的差別 一個是受精成功 一個是沒有受精成功的卵子 就會成白濁的顏色 原來不是每個魚卵都可以順利的受精成功 破掉的 變成白色的 顏色不均勻的 這些都是要被淘汰的魚卵 不過當小生命誕生在我的手上的時候 欸 竟然我也有股感動得不上心頭 感覺呢 自己就像一個超級奶爸 超有成就感的 OK OK 好 開始 要進行 下一步篩選的動作 那它動作是 水溫度的 它這樣攪拌就開放地下的那些 多餘的長度啊 所以它已經沒有 就落到 它不是攪拌那個底下的軟 只是用那個水動力 它的水幹嘛 一顆都不要放著 接下來我們拿出一個小工具 像夾子一樣 然後呢 前面有他們自己做的嘛 前面有一個鐵絲 成為一個圓形狀的 這個呢 待會就是應該用來挑出 沒有受精成功的 卵子 OK 我夾一顆給大家看 好 這個是沒有受精成功的 很明顯的 為什麼要這樣挑出來啊 為什麼要這樣挑出來啊 所以你覺得 你會這樣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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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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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會透掉 都會掉 會影響到其他的 小寶寶的發育 所以這個挑出來的工程很重要 要很仔細的看 小心翼翼把這一些 無法受精成功的魚卵 挑出之後 接下來這些 輕盈剔透完好無缺的魚卵 就是有機會可以孤化成功 接著 就要把它們放進孤化室中 讓鮭魚寶寶們 在舒適的環境中 繼續長大 現在呢 把成功的壽精管 丟到這個培育箱裡面 OK 整個下去了 那大叔請問一下啊 在這個養育箱裡面 要養多久 二度ぐらい 他就說啊 就是要培育到 那的話 他到 長了眼睛 長了眼睛 然後 他的水溫會維持 大概在12度左右 OK 這個水是哪裡的水 是法淵川的水嗎 就是 就是地下水打上來的 地下水打上來的 那 水溫的溫度 就維持在12度的溫度 看到這裡我發現 繁子的過程 雖然很簡單 但是每一個步驟都馬虎不得 是件很耗精神和體力的工作 牧村先生說 其實這是吃零不討好的菜式 因為在大環境的改變之下 每年回遊的鮭魚 數量還是不多 但是 現在日本全國各地 都有很多 像這樣的人工養殖場 目的呢 就是希望野生鮭魚 不至於滅種 日本人 這種注重生態保育的精神 真的很值得台灣人 學習學習 你看 這一缸裡面的 這些小鮭魚們 放回馬淵川裡頭 這樣 整個富裕的工作 才算大功告成 最後這間鮭魚該怎麼辦呢 現在就是有公司要來 把他們再去做肥料嗎 做肥料 這會不會變成做成那個 一般 可能他們會不會賣給店家 做什麼鮭魚的 撒西米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他說這個已經沒有辦法吃撒西米 因為這個已經是 算是說它不是很新鮮的 對 因為它最主要是它的工作呢 這個魚被撈上來的工作 就是負責 進行這個人工受精的 因為能夠培養出更多 完整的下一代 對 要不然的話很多就是因為 因為沒有辦法受精短 而死掉了 所以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呢 最後的任務 就是要變成肥料 我的天啊 你能想像四萬多條鮭魚 都要做成肥料嗎 這也太浪費了吧 而且牧村先生偷偷的跟我們說 雖然嘴上都說不會拿來吃 其實呢 平常偶爾也是會拿這些鮭魚 來打打牙跡 慰勞一下大家 今天呢 一整天啊 待在這邊呢 雖然說這個 跟我們這些阿伯們的相處啊 然後呢 了解說我們日本人 在青森縣的馬雲川 他們如何做好 這個鮭魚的一個保育工作 我個人覺得呢 非常的感動 但是呢 在工作之餘啊 有一些鮭魚呢 雖然說他們的變化 再放生回去 看他們也不吃 講不吃是不可能啦 偶爾啦 他們還是會自己打打牙跡 這是一個呢 鐵板燒 日本呢 很傳統的一種料理方式 所以呢 今天呢 阿伯他們就炒了一盤的鮭魚肉 然後加上一些菜啊 就可以吃 另外呢 這個鮭魚啊 還有什麼別的做法 可以吃嗎 他覺得這是最好吃的方法 最好吃的 味噌汁 也很好吃啊 好 好 要怎麼形容這個口感呢 吃起來就像是鹹鹹的肉鬆 一點都感覺不出來有鮭魚的味道 木村先生說 因為回油的鮭魚 身上都有一股很新的味道 所以要用很多的醬料去掩蓋 不過味道還算不錯啦 配碗白飯呢 那就更讚啦 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叫做鹽浦 打聽到這邊呢 有一種魚呢 是日本當地呢 最頂級的魚 叫做 山路沿埔東方 哈哈哈哈 不告訴你 好 前面就要下貨了 而且呢 這些漁火一到了東京足地漁市的時候呢 居然還有專櫃給它 厲害了吧 現在就跟我一起去看看這個頂級的魚 前面已經在下漁火了 而且你看啊 這天空盤全的全部都海鷹 海鷹特別肥 大概肥的高度 它整個那個體型 大概有到我膝蓋怎麼搭 海鷹耶 有沒有 感覺上想來飛一飛一根 因為是頂級的漁火 哇 已經排滿整個漁市場了 你看到沒有 登 相信各位眼見的朋友們呢 應該知道是什麼 對不對 看到黑影 然後導導背 有沒有 我們台灣也很多的 而且我們台灣的那個黑 也很多 猜到沒 在東京的足地漁市場 擁有自己專櫃的名牌漁獲 就是鹽埔漁港上岸的大鹽鮪魚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路鹽埔東方鮪魚 更厲害的是 這裡的鮪魚捕獲量 是日本的No.1 硬是搶下了日本七成以上的 新鮮鮪魚市場的佔有率 又回來了 準備要下貨了 而且你知道嗎 這裡的鮪魚啊 一定要超過一定的那個公斤數 才能夠登記為這個鹽埔的鮪魚 看看目前下貨的狀況呢 蛤? 上來這三尾呢 明顯的它的體重呢 應該不足40公斤 所以我相當的擔心 它這個價格呢 就可能標不起來了 因為呢 它整體來講啊 它的名牌叫做 山路鹽埔東方鮪魚 要掛上這幾個字 八個字 有沒有 就價格非常的高 然後就是日本No.1 這邊有一個 秤重的 他們一拿回來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要去秤重 因為基本上他們就要在每一隻鮪魚上面貼條籤 好這邊又有 又有魚上來了 這條呢 好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心裡面覺得它幾公斤呢 我覺得它應該有超過40公斤以上 然後我們就隨便講一個 五十六 來看看 到底有沒有 這是一尾很重的鮪魚喔 來我們過來 又過來去 來看一下 好 現在這尾呢 剛剛過去的這尾呢 是42.4公斤 然後接下來馬上要看看 這尾鮪魚呢 它大概多重 他們真的是把它弄得很高興喔 還要用刷子這樣刷耶 好 要過來一點 趕快 趕快過來一點 這個 哇 答案是72.2公斤 在太平洋上 有個三路東沖魚場 是千島海流跟日本海流交會處 大鹽鮪魚呢 就是在那裡抓的 九到十二月是大鹽鮪魚的季節 所以每天都會有五到六艘的鮪魚船 來到鹽埔漁港卸貨 每艘呢可以補到一頓左右的鮪魚 根據統計 去年從這上岸的大鹽鮪魚 約過八千兩百多頓 今天的漁獲呢 又比去年來得好 可怕了吧 它在這個季節呢 秋天到冬天這個季節呢 是這裡的三路沿谷東方鮪魚盛產的一個季節 所以呢 各個縣市的漁船呢 都會到這邊來補鮪魚 然後在這個碼頭下貨 那這個鮪魚啊 你看喔 它這個要求它餅子非常的新鮮 所以它不能夠經過冷凍 像我們常常用遠洋漁船啊 它撈起來的魚啊 魚身上都會結冰 它這裡不會 應該是冷藏技術比較好 然後呢 對於魚的本身要求也很高 所以牠們就一直清洗 有沒有 待會就會有七點鐘 早上七點鐘 各地的人呢 就會來這邊來批貨了 然後就要運往各個的 日本的各個城 各個的城市 這些海鷗呢 果然今天早上啊 運氣還不錯 遇到一個那個歐吉桑 他人也蠻好的 他就給牠們一些那個魚的內臟吃 這樣大家就有飛飛跟了 你看這海鷗好大 好飛的海鷗 但是主角不是海鷗啦 好不好 主角是這個魚啦 不是全部的鮪魚都可以掛上 山路岩埔東方鮪魚的招牌 這個名牌的限制是很嚴格的 有四項要件缺一不可 第一 必須是在山路東沖魚場捕到 並且超過四十公斤 第二 必須是秋冬兩季抓到 而且從岩埔魚港上岸 第三 必須是沒有冷凍處理過的 第四 必須是專業的競標人 也就是鮪魚的鮮度 色澤 甜味 油脂 經過買魚人的鑑定 並經手賣出 才能夠算是真正的 山路岩埔東方鮪魚 旁邊我們不要耽誤到人家工作 我覺得他們這個魚市場裡面的人 都滿嚴肅的 然後我從這邊看 有七十幾公斤的 七十七的 七十四 七十二的 八八的 哇賽 九十九點八耶 差零點二公斤就要一百公斤了耶 這尾應該是今天這個魚市場裡面 最大尾的No.1 有沒有 我真的很想再多餵它 多塞一點什麼魚飼料給它吃 吃到一百公斤 哇 一百公斤耶 他們會分別做到標記 標記完之後呢 就開始把它分類 不好意思喔 因為天氣冷 我又開始有點過敏 開始把它分類 而且呢 它每一尾大的鮪魚 它尾巴切掉之後 它要跟著走喔 你不能把鮪魚亂倒 因為它那個尾巴待會兒應該是要給那個專家電力 究竟是什麼樣的鮪魚 才有資格成為山路沿土東方鮪魚呢 這當然要找專業的競標人囉 而且要找頂級中的頂級 才能夠尾隨它 在上千尾的鮪魚當中呢 找尋最好的那一尾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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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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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好不好 我們的岡山先生呢 今天跟我約在魚市場 他現在已經開始來挑選魚貨了 他怎麼 他有什麼工具看 我剛剛看他拿手電筒罩 這是鋪魚 鋪魚 鋪魚 就是鋪子 鋪子嘛 這個幾乎每一個那個漁民呢 在港 在那個碼頭的漁民都會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 鋪魚 那這樣的話也不至於說把那個魚弄爛爛的 但是他那個手電筒是拿來幹嘛 因為要看得仔細啊 對 所以現在白天的這個光線還不夠亮 還要用手電筒仔細這樣照喔 那他怎麼看呢 因為比較暗嘛 現在這邊 比較暗 所以還要仔細照 對 那他這樣子勾住尾巴 都是看尾部對不對 對 尻尾跟尾巴 就是看尾巴 OK 這一尾呢 剛才他已經看過了 這一尾他覺得好不好 這尾他覺得好不好 這尾是不錯的 脂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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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油脂是用手去摸 還是要用眼睛看 是他分顏色嗎 是比較粉紅還是比較紅 還是比較白 你看看就知道 對 用看了就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尾 來 我們到這一尾來看看 這一尾 你看他先把這個魚有沒有 好 這樣看 這一尾也有脂也有 但是這一尾 比較薄 比較薄 那一尾也有油脂 但是好像比剛才那一尾 又少了一些 又少了一些 這樣來講的話 等級就 價格就會往下掉 一點 但是我喜歡 所以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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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歡 你說 有的人喜歡比較好吃 比較多的人 對 因為有些 你看人家吃豬肉 有些人喜歡吃肥牛 有些人喜歡吃豬牛 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想來這競標鮪魚 不是件簡單的事 首先要有自己的魚店 接著要跟政府提出申請 經過官方 誠誠的檢驗跟考核之後 還要有人擔保 才能夠拿到 競標魚過的執照 你眼神看 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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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的話 是整個肚子裡面是白色的 白色的是好的嗎 對 對 對 那如果比較不好 是什麼顏色的 透明感 沒有白色 對 沒有透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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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呈現白色 這可能跟他們那個脂肪有點關係 那今天中方現在打算要買多少魚啊 對 不過那我二匹 他今天全不錯 有兩尾 有兩尾 拿兩尾 在這裡 沒關係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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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很忙耶 對 你看到沒有 因為他們每天呢 現在可能就要聯絡那個 其他的那個客戶 他買好的魚 可能要送貨到那邊去 那今天覺得最好是這一尾 這一尾呢 也是圓圓胖胖的96公斤 Pro 嗯 いいです 為什麼好吃 脂肪 是 好吃 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 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 這個一尾大概價錢多少錢 對 這還要經過標價對不對 他心裡面總有一個標價的數碼 他大概 大概今天想要標的價格 大概花多少錢 對 對 這還要經過標價對不對 他心裡面總有一個標價的數碼 他大概 大概今天想要標的價格 將近一百公斤 零四萬 五十八萬 一尾魚二十八萬億 鹽埔魚港這 每天大概有一百多家前來標魚 他們手上拿著各自的看魚工具 這尾看看 那邊觀察觀察 還要做筆記 一邊忘記到底是哪條魚好 偶爾呢 還會跟同業交換心格 彼此之間呢 從氣氛上看來呢 似乎是很平和 但底下卻是潑濤洶 因為好的鮪魚誰都不想讓啊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金標的聲音呢 刺青皮膚 而且大群的人 那種小的鮪魚 它是金標 現在過來呢 是比較體型中等的魚 那麼我們的松章先生 到底能不能用 兩千八百日元一公斤的一個價格 標到他今天的理想的鮪魚呢 很緊張吧 我替他也很緊張 而且 我更緊張的是 那些沒有被飆走的魚 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躺在這裡嗎 好奇怪喔 對不對 因為不一定每一隻鮪魚 都要被排走啊 金標人群移動的速度相當快 而且靠近一看 每個人都相當的認真且嚴肅 然後呢 快很準的寒假 要是心愛的漁獲被飆走了 就會露出懊惱又噁腕的表情 終於人群來到了松鋼先生 剛剛向眾的奈偽鮪魚之前 究竟能不能得標呢 經過一陣混亂之後 可惡被飆走了 不過 松鋼先生的表情 看起來一點都不能過 因為 還有另外一位理想的鮪魚在等他 說真的 我一點都看不懂 鮪魚的遊戲規則 總覺得他們在亂跑裡頭 莫非這就是所謂的韓化 而且為了避免事後的糾紛 現場還要錄音純正咧 又在一陣兵荒馬亂之後 前線傳來好消息 咱們的松鋼先生 什麼 標到一條鮪魚啦 貼了松鋼 今天呢我們松鋼先生 並沒有閃電有沒有 他有標到一尾鮪魚 不過我個人認為 蠻厲害的其實 因為我覺得他本身呢 有一點聲東極西的方式 本來他之後要標那一尾 結果硬要來標這一尾 所以 這個魚好不好 因為 你給我看看 也有一點點 對 他說魚的方偉 他猶豫了很久 結果還是挑這一尾 還是挑這個 其實只有他新一邊有數 對不對 那這個價錢多少錢 一千塊錢 東進兩千八 東進兩千八 每次都跟他新一邊 今天預期的那個數字是一樣的 他今天最上的標 那個 對 的價錢是兩千八 可是九十六公斤的這一尾 對不對 沒有標到 他標到這一尾 八公斤 有一尾 那 以前啊 宋剛先生他每次來這些標魚的時候 他有盯過最高的標金是多少 一公斤一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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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TUNA 一樣嗎 一樣這個魚嗎 過年的時候一公斤一萬塊 這個一公斤兩千八耶 剛剛這個鮪魚裡面的價差 在年輕的時候的價差可以到五倍 將近快四到五倍 很厲害 會不會有魚標不出去啊 沒有 一本也沒有 全部都 OK 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 現場的魚過呢 通通被標走 並且以迅雷不及炎鵝的速度 被載走 據說呢 有八成會被運到關東地區 另外兩成呢 甚至留在鹽湖 而小媽舞當然還是跟著 咱們的松岡先生 標到的那尾鮪魚 回到他的魚店 聽說呢 他要拿最特別的部位 招待我們 啊~~ 太厲害了 欸 松岡先生真的很厲害 我剛剛看他那個俐落的刀法 光工具有沒有 看到沒有 大把的有多大一把啊 還有小把的 而且他是專屬工具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連這個刀上面都有打 松岡 那這個工夫要學很久嗎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牽那麼大一條魚耶 沒有 只要一個越便宜 一個越大都會切耶 是喔 那切魚本身這個工夫啊 跟那個肉的賣的價格 會不會切得不好影響到賣的價錢 對 如果沒有切得不好 如果沒有切得不好 因為肉會有很多 所以 只要高級高級 對啊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切得很漂亮啊 太多肉片在補充上的話 對 就很可疑 而且這一片雞菜的肉片 這一片很漂亮 你看到沒有 這非常的光滑 上面沒有那種小肉屑 那 今天 一大早我們從那個馬頭 然後挑了這尾魚 你去標價來的這尾魚 到目前切下來 這一塊部分的肉褶 不是那個色褶啊 還有他的肉質 你個人滿意嗎 你個人滿意嗎 你看到一尾魚跟一樣的魚 然後看到尾巴的時候 他刺得很像一下 哇 很厲害耶 這一塊切下來了 大概要賣多久 才能把一尾魚賣掉 一天 一天 那他買的時候兩千八一公斤嘛 對不對 八十幾公斤就差不多 八九萬塊錢太難了 但賣掉的話 他這個價格 這個利潤好不好 這也就是 但是 你不知不知道 所以 你不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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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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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實際上 想像的魚不一樣的時候 有時候要賣的 比他標回來的價錢 更便宜 所以有時候還會賠錢 對 有時候還會賠錢 因為他畢竟只看了魚尾巴 魚尾巴 大概可以差不多觀測出來 那整尾魚的肉汁怎麼樣 但有時候 一個判斷錯誤完蛋了 人家看的時候買的時候 誰管你買一公斤兩千八 對不對 他到時候覺得說 你這一公斤只一千五 賣不掉怎麼辦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一尾這麼大的尾魚 用一公斤兩千八百塊的日幣 價格飆回來 在經過松岡先生的解體之後 可以賣的只剩下七成 也就是說 一尾一百公斤的鮪魚 最後只剩下七十公斤可以賣錢 剩下三十公斤 都是不能用的骨頭 之類的廢棄物 這個可以存放多久 一日嗎 一週間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像這邊的 你看喔 這邊的都放很久了吧 這是昨天的 這是昨天的 那有一些魚 肉的地方 會比較黑黑的部分 那是到時候要切掉的吧 那是到時候要切掉的吧 對 但是 黑色的部分 是比較靠近骨頭的地方 黑色的部分 是比較靠近骨頭的地方 這是骨頭的地方 對 對 確實 這個骨頭的骨頭 這個骨頭的骨頭 這個骨頭的骨頭也好吃 這個骨頭也好吃 它是說這邊的鮪魚啊 油脂的地方也好吃 可是那個 其實瘦肉的地方也很好吃 也應該是入口即化 對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我等一下要給你吃 那就來啊 快一點啦 還等什麼呢 我們就來了嘛 松鋼先生的魚店 位於岩谷最大的魚市場 裡頭光魚店呢 就有幾十家 想幫我四處晃了一下 Oh my god 這裡根本就在舉辦 年終跳樓大排賣嘛 這生育片 會不會也太便宜了吧 相當急喔 松鋼先生有沒有 他切了頭部的肉給我吃 你問他頭部的肉 是我第一次吃 他跟肚子的肉 比較起來哪一個好 其實都很厲害 它也是有點像鮪魚肚的 有點像鮪魚肚子 雖然說脂肪很多 對不對 而且 軟軟的 你看到沒有 喔 他把筋都去掉 白色的筋的部分都去掉 沾上這個 開動 我跟你講 再次足夠以往被生魚片的一種境界 好吃的 會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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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太好吃了 好吃 大片的 你看我多久的時間把它 把它吞下去 這麼大一片 一般如果說 肉質比較有嚼勁的那種 很難吞對不對 注意看 就吃掉了 它是會融化的 好吃 這些部分是比較難處理的肉嗎 頭部的肉 還是很多人來指迷要買頭部的肉嗎 沒有 沒有 普通的家庭 對 很難 但是不會說難到很難 只是說一般家庭要買回去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剛剛它挖下來了 這個是不要的嗎 這是不要的 這是要不要的 現在要用湯匙刮 魚頭肉處理起來相當的費工 首先要把魚頭縫隙裡的肉 一塊一塊的給挖出來 然後還要花時間用湯匙 把肉跟筋一個一個的給分開 最後呢 才能夠獲得這入口計畫 肉質絕對能媲美上等鮪魚肉的 魚頭肉 我敢發誓 大鹽鮪魚的魚頭肉 真的是不同頒獎啊 像這樣子啊 我剛剛吃了這樣一盤大概多少錢 例如說 例如說 頭的部分拿著菜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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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拿著 一千元 兩千塊 兩千塊而已啊 兩千塊 這樣子一 這樣可以切 它剛剛只有切一小部分耶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大堆了 然後呢 這整個再刮一刮再切一切 整個才兩千塊耶 這麼便宜啊 全部都能吃 全部都能吃 也能吃那個背後 也能吃 背後可以烤 有些人喜歡吃烤魚下巴嘛 不過妳就包括這一塊 這邊有肉 出乎我意料的便宜耶 這個是魚下巴的部分 應該也是有肉 有有有 有肉 這個地方也有肉 這個地方還是軟軟的喔 軟軟的肉喔 這可能要那個BBQ 要烤的 炒的好吃 那這一大塊的 大家可以弄多少錢 這個 一里夫妻啦 這個 肉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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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五六萬 一整 十五六萬 這樣嗎 十五六萬 大概五萬塊 五萬塊 台幣 我記得我以前去那個 齊景 旅港 吃我們台灣的黑尾 那老闆呢 很細心的切了一盤 大概就這個盤子這樣裝來 他跟我講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萬二 一萬多塊耶 這樣一盤耶 Otoro啊 很貴的 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還是算非常便宜喔 五萬塊 因為你看這麼大耶 這麼大一塊肉耶 世界定定